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0卡石巨变 外夜被针对 6位那塔角色时机 原神官方深夜道歉 那塔双火神进食 5.1岩城女可转换爆魂状态 4.7下半深渊排行首爆 5.0卡石大反转 雷神光速复刻 女随法灵命超强 火神强度稳了 有关5.1岩城女西诺宁的技能消息 西诺宁具有爆魂状态 并拥有特殊普攻 元素战技可进入爆魂状态 元素爆发在爆魂状态下 拥有特殊冲刺 不过看起来倒不像是炎斧了 反而更像是普攻战场C 那维亚速切千只 协同攻击炎对银河战舰 特殊冲刺总算知道 千只天赋为什么是加一速了 也有玩家调侃说 这不就是隔壁绕的暴女吗 长枪角色Q人形态投掷 长枪暴形态斩杀伤害 有关5.0剧情 西巴拉克将成为第一代火神 任性的阿姨是二代火神马卡威 舅舅透露说 西巴拉克与火龙干架 火龙死了后 西巴拉克死者苏生 回来成了火神西巴拉克 也会进持 并且那塔是双火神 西巴拉克会通过还魂的方式 化身小男孩进持 具体等过完5月2日主线 西巴拉克还魂之后 才能共鸣神像 还魂是确定古龙大权给谁的问题 有关卡之方面 5.0已经确定 基尼奇马拉尼 富克雷神万叶 5.2严城女西诺宁 嘉宾城女恰斯卡 5.3平老牢进持 初代火神西巴拉克 可能在5.4 而二代火神 估计会在5.5版本 才能和大家见面 另外 就在大家都忙着关注那塔方面的消息时 有关4.7下半深渊霹雳屁绑出了 有效样本4万份 所以还是很值得参考的 伏伏纳维 这一个队伍的四个 人多次登顶 也算是奇观了 散兵再进步 我很欣慰 甚至都逼近公子了 不过 明明这七上半提八 很舒服啊 为啥提那里这么低 竟然是5.6% 持有率方面 伏伏这持有率无敌了 真是一代版本 一代神 令人感慨 开始期待火神又会通过 什么神通 坐上使用率第一的位置了 西格纹持有率 也有13.1% 西格纹 其实挺好用的 出来甩个泡泡 就懒上来了 下半龙服 万西打得很舒服 唯一缺陷就是水系 不能触发元素反应 给水龙增伤 不过 牵制居然这么低吗 就这持有率看来 大家真是都不抽卡了 最后是有关5.0新角色 和新武器培养素材汇总 感兴趣的玩家 可以提前准备下了 那么 今天的消息 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 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 原神风单5.0 纳塔 越来越近 大量新角色 也即将登场 对于火神马威卡 炎系城女西诺宁 宾系城女 西诺宁 等角色 想必各位旅行者们 也非常的期待吧 除了9位新角色的消息外 纳塔5.0 及后续卡池角色等安排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5.0卡池的安排了 有关于5.0卡池登场的 三位新角色官方已经公布 两位五星角色分别是 马拉尼 基尼奇 新四星角色是卡奇纳 复克角色的话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也发生了大反转 之前有过预测钟离 莱欧斯利 申赫 魏复克 现在却换成了万叶 雷电将军 好家伙 这反转来的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不知道可信度高不高了 然后就是5.0卡池的 三位新角色 马拉尼 基尼奇 卡奇纳的突破材料汇总 也终于来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看了一下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新材料 也就是说想提前准备 就不太可能了 还要等到5.0纳塔开放才可以了 而说起5.0卡池 新五星角色 马拉尼 基尼奇 V1技能的改动 目前来看 马拉尼在大世界中的跑图 表现良好 0命的伤害很高 用来打身约12成是足够的 不过在队群方面不是太好用 且是短轴 起码在二命以下是这样的 当气版本据说没有适配的队友 需要火神帮忙打蒸发 基尼奇的话 钻缺会踩不到班尼特的大招 同样是 缺火神 值得一提的是 纳塔的火神马威卡 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 优先级非常的高 很多角色都需要火神 属于未来可期的那种 不过神明的强度本来就不低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也都非常期待火神的登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